一场非常了不起的艺术街盛事 桃李芬芳 陈辰老师九十松寿师生美展 于2024年5月7日起至6月30日至 分别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 即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展览馆展出 云林出身的前辈大师陈辰老师 投入美术教育工作长达50余年 积极创作并且造就无数美术人才 对于云林县的美术发展贡献良多 于是学生们感念诗恩教会 今年适逢陈老师九十岁松寿 学生之一的罗正贤教授 特别发起并筹划本次 《陈辰九十松寿师生连展》意义非凡 本次展览包括老师在内的 师生作品总件数达130余件 是难得一见的大规模师生美展 更是一谈师生美好情谊 与艺术成就的展现 这支影片除了分享云林展的开幕花絮之外 更邀请陈辰老师为我们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以及难得的线上作品导览哦 那就开始我们的影片分享吧 诚诚诚恳恳努力奉献 在一谈创当的这个过程当中 老师就是一盏明灯 掌握了结束 到那里面的一些感情 她们把新的义努力较测诚 她们把未来修理一下 的特别宇宙养览及 lists 及時的來 輔導我們 要沒有機會走上來藝術者聊路 我們的桃李文化代表老師 心情更育以後 桃李文化 我的先生 你我還要好 都當了教授啊 當了什麼 我只是一個本聖老師 但是我們的成就很高 我也希望你們 能夠像我一樣 為我們一定見的天使 阿爾文靈 而不是文化商場 是我們地中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今年我們看到這樣的成果 從六十幾年的歲月 超過一家子的歲月 才有辦法培育 現在遍布海面外 應該超過500位以上 非常重量級的藝術家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 最美麗的風景 雲林能夠辦一個這麼好的展 尤其喔 雲林老師的話 他的畫好像一打開窗戶 就看到我們雲林的農民一樣 就是那種愛鄉的心情喔 讓我深受感動 老師就像是我們雲林呢 這幾十年打開窗戶 這幾十年打開窗戶 在園裡面的這個 藝文界雷展營燈 所以呢 沒有晨晨老師 可能今天不會看到 這麼多台灣的藝術文化 不斷的追蹤 老師 生日快樂 我們剛剛有請問到就是說 這一次整個師生連展的契機 您說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之下 促成這件美式的呢 這個這一次的展覽會啊 是由台藝大的教授 羅正賢發起的 邀我們的畢業同學 來一起規劃 來做這個活動 這個展覽會啊 是羅正賢 他感到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因為我的關係 確實 所以他就舉辦了這一次展覽會 就是由他來發起的 就這樣 好 我是一個好好學生 上課的時候 哪一個科目我都很用心 不會說偏好哪一種 我進師大以後啊 所有的教授都對我很好 所以他們的功課 我都很用心去學 所以每一位老師都說我很好 因此我就變成通才啊 什麼都會 什麼都不做 但是呢 馬白水 他對我特別好 而且也跟我一起爬山啊 這個到野外啊 學生 所以因為啊 馬白水啊 這樣的同我 而且他的方法也很簡單 同時我為了教學的方便 水彩畫比較方便 所以我慢慢的 畫風就喜歡這個水彩畫 但是我的水彩畫裡面呢 可以看到國畫的比調 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的水彩畫 特別一點 跟人家不太一樣 這個我可以感受到 因為我在當老師 我在當老師的學生的歷程當中 從老師的示範過程中 我有感受到 而且我覺得很貼心的一點是 水彩它是一個比較容易 可以購買到 然後在價位上也比較親密 所以換句話說 跟老師學習的學生呢 很多就可以引擎上手 但是油畫就不是 油畫可能要買的 相關美才多 而且又很多 對對對 這個油畫 它比較厚重 用技也比較麻煩 所以當學生呢 盡量輕快的 就比較會接受 因為油畫 這個構成很複雜 用具又很貴 畫起來也麻煩 所以在教學上 它少用到 所以我就偏到 誰才畫裡面去了 好 謝謝 我畢業不久 年紀比較輕 所以常常往野外跑 去寫生 那麼這個呢 這個景字啊 就是因為我通過 我們鄉村裡面 這個往寧內方面 的一個沿著山的一條山路 那我忽然間看到了這個稻田 把山的影子 這個其他的影子 都倒影在水裡面 而且這個結構也很簡單 它很框很遠 這個鄉村的味道特別濃 所以我把這個稻田描畫 特別是裡面有很多小地方 你不注意的話 沒有辦法畫出來的 這個寫生的話 就是我們有興趣 臨場去找一些好題材 因為我們台灣鄉村非常美 山上平地 都可以找到很優雅 很好看的很廣大的一個風景 所以我年輕時候常常往外跑 那麼這個景字呢 剛好我通過這裡的時候 看到稻田的稻田 跟那個T4的稻田 那麼它的景字一直往遠處集中 那麼這個景字看起來很廣闊 我們的心裡就很開朗的感覺 所以我就說這個倒影很不錯 這個景字雖然很簡單 但是它是一個T4的層次 由近而遠 這個風光看起來很舒服 不過這個如果是照片 絕對看不到這麼多細節跟感動 對 那你要仔細看 裡面也有小地方 不容易表現的 所以裡面呢 有一些小小的小小的東西 要注意去看 謝謝 一般畫畫的人不會去注意到 看起來簡直簡單 可是裡面重點很多 對 現場學生還有一個挑戰 就是你要能夠接受當下氣候嚴苛的條件 然後或者是圍觀者走來走去 會有一些干擾 老師都怎麼克服呢 干擾啊 對 因為旁邊呢 對我的干擾 我不把它放在心裡面 那可以做一種 教導 示範的這種作用 因為我老師嘛 你要看你就可以看 我對這個不會受到影響 好感動喔 因為一般有的人如果 譬如說我自己在寫神 如果有人靠近我 我其實會有一點緊張的 好 但是原來老師是用這樣很大度的心胸 在看待 如果有旁邊的人走過去在看的 這種感覺 這個 學生時候 我們上課啊 也有野外的學生課 同時一到出去 也習慣了 對野外的學生 因為上課的時候 你也要親自到現場 看的人也很多啊 所以習慣了這個作風 那這樣您會建議 新一輩年輕的藝術創作者 多走出去看看 不要再一直畫照片嗎 嗯 是這樣喔 這個好的景色不容易找到 嗯 有時候需要用照片把它照起來 嗯 但是畫畫啊 不是一定要完全照著 實景啊 照片啊去畫 因為你對它的感覺 感情的畫作 喔 你想表達哪一個優點的地方 欸 可以用主觀的方式 用創作的方式 喔 來構成你這一張畫 嗯 因為有一次啊 我到竹山 可是在到竹山的 右邊 沿著清水溪有一條路 啊 我就沿著這個 清水溪的這個岸邊 去尋找風景 那夫人剛剛看到了 這個地方 有個轉彎的地方 原始大小啊 溪流啊 構成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景色 尤其是那個大石頭啊 特別引人注意 我就描畫 這個地方的景色 其實這一張呢 是油畫 不是我遠來畫的 因為我遠來畫的水彩畫 是被收藏了 喔 那麼被收藏了呢 我覺得這一張畫很好 對 我就用油畫 重新把它另外畫了一張 目前你看到的這一張 是油畫 喔 四地畫的是水彩畫 那一張畫 才是真的不錯 那一張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那個水清澈的感覺 對對對 令人讚感 真的真的 那一張畫在水彩畫冊 裡面有 這一張呢 是因為我到日夜潭 到日夜潭去活動 那回來的時候 沿著水里這條路下山 那麼我看到了 水里這個地方 有一個山洞 通這個日夜潭 就這個山洞的出口的轉彎 有水流 有橋 有人家 我就剛走到這裡 回頭一看 哎呀 這個景色還不錯 所以我就 停在那個轉彎車 往水里 跟發電廠的 那個水管 那個方向 把它畫到下來 那麼這一張畫 很不錯 展覽會的時候 創架就把我收藏了 恭喜恭喜 而且在創架的這個 一個紀念展中 出來一本 他收藏的所有畫家的畫作裡面 這也是其中的一張 這一張是水里的 了不起了不起 在此感謝老師的分享 接著就讓我們一起來感受一下 雲林場的開幕茶會 在此非常感謝廖敦儒教授 及專業的茶人們 為我們策劃這場精緻的茶席 及茶會 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 在場嘉賓如潮 我們擁有重量級的藝術作品 齐聚一堂 有音樂 有古風 有茶席 真真是一場擁有視覺 聽覺與味覺的藝術盛宴 正是這樣一個難得的盛會 所以老師的學生 不管再遠再難 也要趕回來齐聚一堂 很快的時間來到下午兩點 茶會準時進行 當然重量級的與會貴賓 也逐一致辭並且給予祝福 只見現場來賓除了專心聆聽致辭之外 也享受著茶盞裡清新的茶香 偶爾眼神也會驻足在牆上的藝術作品 這真的是非常風雅的一件事情 好 接著就讓我們慢慢聆聽 晨晨老師在致辭的時候為我們做了哪一些勉勵 那麼 這個 我就很期待 這個 扣第一節課的來臨 這個等下 帶來一位胖胖的教授 叫莫大的娘 啊 啊 那是大人是信的 就知道啊 莫大人教授 來了 他就看過就說 各位同學 你們是書館生 將來 將來不是要當藝術家的 不是要當畫家的 你們是美術教育者 欸 者啊 不是家的 原來我們是要當美術老師的 這個就給我第一個印象 我將來就是要當美術老師 啊 我就會用過 啊 什麼科目我都得 認真地去學習 啊 那麼 我們那個戲裡面 戲主任環境碧啊 他受有講學金 哪一個人學起成績 定義贏的 可以得到講學金 我躲過一次的 啊 昨天 我以為你錯 躲過完善陪零 啊 時間很快的過去了 欸 我們就要奉花教學 我班的同學 都被奉花到 大莊燕校去了 我回家 你看 我的派對 我的騙術 打開一看 西螺中學 各位 西螺中學 是鄉下的小學一樣 我同學都在大莊燕校 我怎麼到這個鄉下來呢 心裡有一個不太熟 啊 原來我為什麼會 被派到西螺中學呢 這位西螺中學的校長 就是我高中的老師 就是我高中的老師 他 我們都聽過說 我要把它變成 綠洲 我就安定下來 認真地在西螺中學 在西螺中學 西螺中學 因爲意識 氣氛都沒有 我從環境改變 所有空內牆壁 我現在畫地螺中 所有的不高來 我把它變成 美術成績 這個成績 這個運動場的那一隊 畫了三層樓高的總統項 那麼 我發現 很多師生 都會去看 那個成績了 美術的不高 我一個禮拜 學術冒了 維納斯的頭了 美術又寄了 代替分數 那麼我就看到很多學生 跑去看 有我的畫 我幾個人頭 我幾個維納斯 大家都這樣子 造成了學生們 愛好美術的風氣 大家呢 西螺中學 大學是考上的 那麼 我就 鼓勵 學生們 你們家考試口 一定會考上 我教他們製造木炭 把老師的奏儀 有靠別的那個女子 做畫家 我就教他們 大家非常的用口 西螺中學 竟然有很多同學 考上美術系 就在老師切完生日蛋糕之後 整個典禮也逐漸接近尾聲 畫下了一個非常圓滿的句點 看著老師致詞的時候 中氣十足 鋼腔有力的感覺 真的是替老師感到非常高興 果然飽到未老喔 影片到這裡差不多要告一個段落 在此 中心祝福老師及師母 身體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並且長命百歲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